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连南分别只有5.6度和5.5度 连山早晨则发布了寒冷预警信号 除了冷空气本身的影响 降水也对降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云图上我们终于见到了久违的降雨云 除了越北今天珠三角也有小雨出现 下午内里24小时降温幅度达到了9度左右 我们需要关注越北山区 内里可能会出现低温阴雨 也就是连续三天日平均气温在12度以下 低温阴雨是春季常见的寒害 容易对春波春种作物产生不利影响 比如使早稻烂种烂殃 使叶菜类的蔬菜提早抽苔而减产 使果树落花率增加 使香蕉心叶腐烂等等 不过现在我们省还没有开始全面春波 即使有局部的低温阴雨影响应该也不大 我们来看看未来三天的具体情况 今晚到明天西北部会有小雨 其他地方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海上继续会有大风 明天各地气温差别会比较大 其中西北部5到18度 东北部7到23度 在西南部则会有16到27度 那么到了后天 西北部继续会有小雨 东部会有分散小雨 其他地方的雨势会比较零星 那么到了大后天 西部有零星小雨 东部有分散小雨 好 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冰西今晚到明天 广州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6到21度 相对湿度60%到85% 感觉比较舒适 佛山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6到21度 中山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7到21度 东莞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7到22度 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8到23度 珠海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8到22度 韶关阴天有小雨 8到13度 河园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1到19度 梅州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3到22度 惠州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7到22度 扇尾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7到22度 街阳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5到21度 汉头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4到20度 潮州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5到21度 清远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5到21度 清远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3到18度 洋江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8到22度 茂名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8到25度 湛江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9到24度 广州阴天见多云有零星小雨 16到21度 下面是香港和澳门的天气情况 天气多变真情不变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